佼佼智慧,前天在机场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三四岁的孩子,这孩子好奇的在一个展览去玩耍,刚走到一块扎板的边缘,孩子准备到后面去看看,结果就为妈妈脱口而出,那后面有大老虎,要吃人的,快过来,那小孩听哄的撒脚就跑,扑回妈妈的怀抱,眼神里的恐惧神色,让人看了非常难受。 周围的其他年幼的孩子,也都有惊恐的神态,估计也是受了惊吓,有的宝爸宝妈和幼儿园的老师为了省事,便编造一些令人恐惧的故事来吓唬孩子,这个传统似乎由来依旧,包括自讯先生小时候也是受害者,他的名片从三位书屋到白草园里,曾经记录过小时候保姆给他讲美女蛇的故事,让他印象很深刻。 这个深刻就是幼年的恐惧感带来的,有一次在公公汽车上,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,在和另做的小孩玩得很开心,这时上来了一个警察,孩子就突然变得战战兢兢的,浮在他爸爸的怀里,连打气都不敢出了。 我感到很奇怪,一问才知,原来这孩子在幼儿园里满调皮,老师经常拿警察来吓唬孩子,说如果孩子不听话,就要抓进牢里坐牢,致使孩子对警察产生一种恐惧感。 而父母知道孩子害怕警察之后,非凡没有给他正面的引导,而是也把这个作为领步骤来念。 每当孩子不听管教时,也经常用让警察来抓他,吓唬孩子。 结果,孩子在生活里遗见了警察,或者穿制服的人,就吓成了对父母一样。 其实,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,因为孩子的神经细胞的机能较弱,耐受率较低。 许多外界的刺激对孩子的神经细胞是纯重的负担,孩子缓解天理紧张的调节机制还很弱。 通俗的说,一旦惊吓会麻长时间不能回复原来的心理,不像成年人可以通过理解,或者分散的方式,释放这种压力, 相护孩子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所害,听得精神紧张,医尿,夜里睡不安稳,经常做噩梦等,重的则会出现神经,精神性的症状, 会导致孩子没来由的产生恐惧感。 幼儿的恐惧感若不能得到很好的克服,长大后,男孩可表现为胆气,退缩,子妃,无辟以及人际关系障碍, 女孩子表现为过分害羞,过分娇气,过分依赖,难以承担起生活中最起码的职责。 三到四岁的学前期,孩子的想象力是自由而开放的,孩子想象力的发展, 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,让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,有时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。 其中的一个麻烦,就是想象力引起孩子的恐惧。 大人们可以发现,四到五岁的孩子,常常会出现各种恐惧。 孩子们怕黑暗,怕外星人,怕哭了,怕幽灵,怕未知的恐惧等等。 孩子的恐惧是其正在发展想象力的一种伴随现象。 如果父母在这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引领,而是故意的夸大这种恐惧感,对于孩子一生来说,都会是负面影响力。 幼小的孩子,由于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,因此完全凭着有限的体验来理解世界。 其中来自父母的陪伴是一个主要的方式。 如果父母经常相呼的方式,孩子会变得非常多疑,恐惧。 例如,有的孩子在看了电视剧,或者读了一些在我们大人看来完全是无害的。 有趣的图书以后,常常会产生恐惧。 孩子们感到恐惧的东西,对成年人来说,都是毫无疑问的事。 像外星人是人们想出来的,老妖婆是不存在的。 电视剧里的那个妖怪变得瘦老头样子很可笑等等。 但孩子们用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一切时,那么这一切都会变成现实,因此就会使孩子产生恐惧。 这种恐惧,有时严重的,还会给孩子带来长久的,难以摆脱的心理压力。 对于孩子已经产生的恐惧,用大人的理解方式去给孩子解释,往往效果不好。 例如,你告诉孩子外星人是没有的,酷老是不能复活的,妖魔鬼怪是不存在的。 这并不能解脱孩子的恐惧,要消除孩子的这种恐惧。 最有效的办法,是按孩子想象的逻辑来办事。 例如,有一个小姑娘,害怕那种季节性的白色微墟,从窗户里飞进她的房间,因此在晚上就不敢开窗。 大人怎么劝说,解释也不起作用。 妈妈根据心理学家的建议,在窗户台前摆放了一盆兰花,或者其他小的盆景, 然后轻声告诉小姑娘,花仙子可以保护她,不让白色飞絮飞进她的房间来。 通常,二十分钟以后,孩子已经安然入睡了,恐惧感也随之就消失了。 当然,这仅仅是一个案例,还有许多就不依依举例了。 这里有一个原则,就是父母一定不要做吓唬孩子的事情,而一旦孩子在外界受到类似的恐惧教育, 父母需要做好辅导,引领孩子走出心理阴影。 你若图生育效果孩子,孩子会让你难受一辈子,他会很懦弱过一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